诶怎么已经走了 OK那反正就开始 没事云南应该还会带回来的 他应该是technical challenges 对反正先那个recap的话 上次我们反正先把这个 EgonValue Problem给formulate了一下 然后这边关键的问题 关键的点是说我们这边有两种 两个Orthogonality Condition 然后这个之后我们又提到了 这个ReadyQuotient这个概念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因为这个是给我们说 如果我能对EgonVector做个估计的话 那我能很方便的把EgonValue给估计出来 然后具体怎么估计 就是我做一个Quotient 其实非常简单 然后接下来我们formulate了一下这些问题 就是说因为有可能我们把一个 Generalized EigenValue Problem给它给变成一个普通的 EgonValue Problem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能得到两种 一种是我们用这种叫Dynamic Matrix 也就是说这个K-Inverse乘以Math Matrix 然后这是一个不对称的矩阵 然后因为我做了K-Inverse 然后导致我的所有EgonValue全都倒过来 然后最小的频率对应着最大的EgonValue 然后另外一种搞法是我把这个矩阵搞成对称的矩阵 通过这个classic decomposition 那么这个效果就是我得到一个十对称矩阵 然后很多EgonValue的算法会快一点 当然我本身算这个S这个矩阵会稍微花一点功夫 然后之后我们是做了一个分类 是说我们希望能讨论三类方法 一个是这个Vector Iteration 我们上次已经讨论了Basic Power Iteration 还有Inverse Iteration以及Deflation 当然一会儿也会再Recap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会讲的是讲到这个Spectral Shift 刚才李翔其实问到这个问题说 如果已经知道一个EgonValue 然后再怎么求那个EgonVector 其实这个是可以通过Spectral Shift来做 然后讲完这些Vector Iteration之后 我们就会讲一下这个Matrix Transformation 然后这边我们会讲到一种比较重要的方法 这个是叫QR Algorithm 这个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 然后当然这些是这个图上你也能看出来 它是只能处理比较小的问题 所以我们之后要去讨论这个Subspace Iteration 然后当然这边最重要的是这个Lantral Algorithm 这个基本上可能所有Decent的软件里面都应该会implement这个方法 然后今天是两个小时 然后希望我们可能花20分钟把Vector Iteration给finish 然后剩下一半一半去处理剩下两个topic 对然后这边对于Vector Iteration的Recap 然后这个操作上其实非常简单 对于Power Iteration来说 我们就是一直拿这个指针去乘以一个初始的向量 我们在一直沉的情况下会发现我们最后会可以收敛到它的那个第一个特征向量上 然后这个收敛速度是相当于是那个头两个特征向量的Ratial 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个特征向量比第二个特征向量相比很大的话 那么我就是随便Iterate几下我很快就能收敛到我的Iter Vector 然后之后我们是要讨论了这个Inverse Iteration 相当于是说我们之前是拿这个矩阵去直接乘以我们的这个向量 这个Iterate 然后我们这次是拿这个一个逆矩阵去乘以这个Iterate 然后这个好处是说我们可以求出来这个关于最小的特征值的那个特征向量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就对应着我们结构动力学历这个机态 这个inverse Iteration其实对结构动力学来说更重要一点 因为一般我们是关注最低的几个频率 然后之后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做Deflation 这个Deflation是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最开始都在讨论得到第一个特征向量 那么然后问题是我要得到那个第二个向量怎么办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这个Iteration它总会会给我们这个第一个特征向量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操作就是做这个Deflation 是从我的Iterate里面总会去去掉我关于第一个特征向量的那个成分 这样之后我就能收敛到第二个模态 然后当然我有已经知道很多个模态 要知道更多的模态的时候我就做一个更多的Deflation 这个Deflation那我就是去掉所有已经知道的模态 然后再去做对于剩下的部分做一个这个Iteration 然后到这为止是我们之前讲的 目前有啥不清楚的话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讲 然后这边我们这个我记得也是雨翔提出来说 这个因为有一个这种迭代的过程 这个我们一开始得到的Iteration它不一定是精确的 它有数值误差 那么这个数值误差会带入到后面的我的特征向量的计算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不太好 这样会导致我后面的精度控制会有问题 然后这边就是所以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找多个特征向量 然后这个东西叫SingleTenuousIteration 然后这个方法呢它是说我就找好几个initial guess作为我的Iterate 然后这样的话用相同notation的话就是这样 假设我一下子就要找三个Iterate 然后当然我对这些initial guess需要做一些操作 这个操作先够回想 然后我希望的就是achieve的事情是说那我继续做这个可能比如说我做inverse situation 因为我想找那个集态的那些东西 哎呀不对我之前的notation是singleTenuousIterate 我之前的notation是singleTenuousIterate 我用的d 那就用d了 怎么回事相信它 那我就正常操作我去继续拿这个矩阵去乘以我所有的initial guess得到一个新的Iterate 然后我再继续做我这个操作 然后最后希望是说我就是这个Z它有三个colon 我希望它收敛到三个特征向量 也就是我的头三个特征向量 也就是我头三个structure mode 然后当然我直接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为什么不行这个原因跟我做deflation的原因一样 因为我直接对把d作用在这三个项量上 它最后肯定会只收敛到第一个模型 黄教授不好意思我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其实跟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的一个问题 就如果我们在做power iteration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first guess很不幸我们刚好猜中了第二个eigenvector 这是一个有点tricky的问题 但是其实有两个点 一个是如果你算概率的话 严格来说那个概率是零 然后就是有一个measure的问题 你那个测度其实是零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算你真的猜到 然后我们其实后面也还有数值误差这样的事情 然后那个也就是我们这边 哟 啥情况 好像今天我电脑有点卡 我来转一下 东西还在就好 东西还在对 对就是我们这中间会有数值误差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是要一直做deflation 就在每一步里面 那么然后如果你你真的很不幸的 第一个真的只找到了 就是第二个 就是不包含那个第一个特征向量的话 我的数值误差里总会会出现那个声量 对 然后我也没有刻意去deflate它 所以它会一直慢慢变大 对它还是会变大 明白好的谢谢 那然后就回到这个问题 那这边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其实是一个比较常问的操作 就是说 首先我猜了这一堆initial gas之后 我来做一个这个 其实我这边就不能叫它z0了 这是我叫它z3 所以它还不是我的initial gas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的操作是这个ql decomposition 这个ql decomposition它的意思就是说 嗯 它这个q它是一个 嗯 一个满的句子 然后我现在叫它q1 q2 q3 嗯 好的我直接问一下 那个你们都知道ql decomposition是什么 知道的话我就直接跳过去 嗯 嗯 没听清什么 就是你们都知道ql decomposition是啥吗 知道的话我就跳过去了 嗯 要不然讲一下 好吧 嗯 嗯 那这个ql它就是 那个 就拿我这个nx3的这个矩阵来说 我是把它搞成了一个这样一个nx3的矩阵 再乘以一个 嗯 嗯 一个上对角阵 然后这是一个3x3的上对角阵 嗯 嗯 嗯 然后它的特点是说 首先我这个q乘以2肯定是等于z的 然后我这里每个q它相互之间是orthonormal 嗯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那个我的q转置乘q应该是一个3x3的对角阵 嗯 嗯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嗯 然后这样 这样搞的话 那么 我现在首先是保证我这个每个项链之间它是相互独立 嗯 然后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这个q2肯定不包含q1的东西 q3肯定不包含q1和q2的东西 然后这个事情是不是听着很耳熟 很耳熟 因为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本质上在做declation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的这个iterate 就是这个q 然后我们有这个q的q以后我们再去做这个iteration 那么我这个从这个z0得到一个z1之后 那么 然后我一样的操作 我这边就是再把它改成 再去做一个q2 然后我就得到一个新的iterate 然后同样的这个q里面我又是三个列项链 然后我第二个项链肯定不包含第一个项链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项链我不包含前两个项链的东西 然后这样其实相当于我那个影视的对于这个第二个和第三个项链做了一个deflation 然后这样你可能就能看到它这个我经过这一套iteration下来 那么我应该每个列项链我能收敛到不同的侧人相当时 然后这个收敛速度同时我可以得到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哦不对应该是二个收敛 所以我们选的第一个第一个初始矩链必须得要是orthonormal对吗 对其实是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但我后面反正肯定会就是再给它那个orthonormalize一下 ok ok 对然后 对然后我每个列项链然后就收敛到这样一些不同的特征项链 然后并且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敛性质 奇怪了今天这个writing有点问题 希望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 奇怪了 嗯 嗯 嗯 就是我们比较一下这个 如果 嗯 这边lm大4是第四个特征值 然后我们这边是lm大1 然后lm大2 lm大3 但我上面都是lm大4 然后当然我肯定是 嗯 这边的bothering肯定是lm大1 lm大1 lm大2 lm大3 lm大3 lm大4 然后 这是这一套数点速度 但是如果我用了之前那个poweriteration加deflation这个操作的话 而我是一个一个算 然后我一个一个算的时候 啊 这边是poweriteration再加deflation 这个时候我的收点速度是lm大2 overlm大1 然后这个时候是lm大3 overlm大2 然后这个是lm大4 overlm大3 然后看见这个问题没有 它这个 我用poweriteration加deflation的操作 那么它的收点速度其实是要小于这个semontaneousiteration 我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很小的问题啊 就是在我之前我每次都乘以这个z 就相当于每次往它的q矩阵上投影对吧 然后一次一次投影就会把它 you know 这留下跟这个方向平行的这些内容 那我没有特别迅速的该到它的deflation implicit做在哪里了 可不可以帮我再教一下 谢谢 okok 那我们来把这个实际上qr的qr的conversation再做的事情来描述一下 这边呢我得把这个r矩阵的里面这个东西得也说出来 这里面其实是r11 r12 r13 那今天我这个屏幕很奇怪 它这个导致我这边全身连比的 这个如果说如果写的不清楚请务必问一下 黄老师你那个圆圈的中心好像以前不是一个退格号 是那个有关系吗我不知道 你说这个 好像没有关系 反正先这么凑凑的用心 好 那那个我就来我们就来先 先从那个r1跟q1来说吧 那他做的事情其实是说我那个 这个q10等于r11乘以q1 然后注意我这个q1是一个unit vector 那换句话说我这个r11做的唯一个事情就是我把那个z1给它normalize了一下 然后再看那个z2 z2的话它是等于r12乘以q1再加r22乘以q2 然后那你可以反过来想一下那其实它意思就是说那个q2它实际上等于 首先是z2 首先是z2 所以这边会剪较了一下 特别是z2 ok ok 看见了清楚了 谢谢 ok ok 然后当然我这边这边的讨论其实并不完全对 但这边是给你个idea说那个我如果一起做叠单的话 它这个好像应该是它这个收敛速度能快一点 因为我现在这个ratio它变成了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特征值over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值 然后这个跟我一个一个做是相比有一些优势 然后第二个优势是说我因为是一起做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前后的依赖关系 这样的话我的那个之前的error不会传播到后面 也就是说这个error won't propagate 然后这就是这个simultaneous iteration 目前对这个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没有的话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要查这个事情 因为这里这个东西它跟两个方法有很深的关系 一个是这个qr就是当然这个是qr algorithm 我刚才这个是qr decomposition这是两个东西 这个要千万当心这是两个 当然我qr algorithm里面用了qr decomposition 所以这个 algorithm叫qr algorithm 然后第二个它会connection到那个subspace iteration 然后这个方法某种意义上比较有名 然后这个方法某种意义上比较有名 因为那个barte一直在推广这个方法 当然这个理论上其实也不是他提出来的 谢谢黄老师上周上周刚让我对这个subspace种草 现在已经基本拔草了谢谢 好挺好挺好对subspace确实是有时候glitch还比较多 OK那么现在是simultaneous iteration 然后我们来讲那个levatore iteration里面最后一个点 也就是那个spectral shift 然后这个想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们来考虑一个比较general的形式 然后我们假设我们做了 然后我们这边要我们来画个图吧 这个假设我们这些频率就全都分布在这个输入楼上 那我们这边是来讨论一个最深的问题 所以也没那个复数的东西 这边到Omega6 好然后我来做个我两边剪一个东西 我剪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边两边都剪一个东西 肯定是那个不会对我的矩阵产生 对我的这个等式产生任何影响 然后那我这个可以把这个减法给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就变成了可以减那么多 然后是Omega平方减sigma 然后再 啊不对 我觉得我换个符号比较好 换成mu吧 然后mu乘以m乘以u 然后这样的话呢 那我的特征值变成什么呢 然后这边特征值 我目前这个变化比较简单的 其实就是 我就所有这个特征项链和特征值都给shift了一些 然后我现在再做下一个变化 我把那个左边这个取证给它拿到右边去 右边这个特征值再拿到左边去 这样的话我得到一个新的特征值问题 这个东西是1除以Omega平方减mu 然后等于k减mu乘以m 好 那么这个问题是现在我的特征值的分布会变成什么样 最大边最小 最小边最大 啊对 然后同时我已经做了一个shift 对吧 对 所以如果我shift到比如说第一个给shift到负端的话 那 哎 哎 对 所以 所以这个后来这边 嗯 然后现在我最小的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6了 这个是5 然后这个是1 然后这个变过来 啊 OK 啊 到这我就也没做啥特别反思的事情 就是得做了点 呃 这个前后这些变化 啊当然这边还可以注意到如果 那个mu等于0的话 那其实我就是在做那个inverse situation 呃 嗯 然后欸 啥啥问题 啊 我就是想打断一句那个康宁同学 我知道你在Panstate做助教的时候 用过Surface的那个tablet 你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那个墨迹会脱出来很长 哦 我没有 好的 我就好奇问一下 那是不是笔的问题 呃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这两天我没用Surface写 不知道哪边出现了什么问题 或者他表面的电子和电容出现了 电话跟天气有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现在那个智能看清楚了 可以 就是勉强的看清楚 可以花点功夫能看清楚 哎呦我去那这有点单纯 就是据说可能笔尖 就那个笔尖用的时间长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这样对 现在相当于他过于灵敏 导致我还没碰到那个屏幕 他就会写上去 辛苦了 OK 反正先那个啥 我们来好想一下艰苦争斗的精神 增加自己思考的比例 对 然后然后那个这一整套操作下来 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所以你看我这个先是把这个所有特征频率 shift了一下 然后我再把它们inverse了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叫shift and invert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套路 就是为什么比较常见 我过一会儿说 然后这个属于是一类方法的这个特例 然后这类方法叫spectral transformation 然后我这边title是叫spectral shift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讨论这个shifting这个方法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象一个比较特定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说我这个lamb1和lamb2特别close 可能比如说我的分布是这样的 lamb1、lamb2、lamb3 然后首先那个这两个是在小的那一端 所以我肯定首先是要做那个inverse iteration 去找这个最小的这个特征值 然后那找它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等一下 刚才 对 其实我们刚才也讨论了那个收敛速度 这个情况下这个收敛速度它应该是lamb2 lamb2 lamb1 反了 lamb1 lamb2 不对 为了保证notation的两贯性 我们这边还是用网密法比较好 那这样的话我这边它的收敛速度是lamb1平方 然后lamb2平方 然后因为这两东西特别接近 所以这玩意基本上是1 那这意味着我这个conversion是非常slow 那么如果用shift and invert 你能看到它能怎么样把这个conversion加快吗 把它移到零上然后取一个倒数 对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操作 这个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有shift and invert 也就是说我的目标的特征值附近 我比如说我在这边取一个 我假设我的shift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新的这个收敛速度就会是lamb1平方mu lamb2平方mu 然后这个东西要分析的话 你就想象这个mu它几乎是接近于lamb1平方 换句话说我假设mu 约等于lamb1平方 加一个减一个ft 那么我这个ratio 基本上大约就等于一个特别小的数 除以这个两个平均的差 然后下面我把那个ft1给省略掉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有限的数 然后上面这个是个句小的数 这万一几乎是零 然后那么我这个convergence就是 superfast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它刚好移到Omega1的平方上 会出现什么奇怪的现象吗 或者如果把它刚好移过了一点 那变成负的 会出现什么奇怪的现象吗 对负的其实没问题 这个因为那个我这边相当于 其实我每次它的magnitude decrease 它是一个小的负的值 它可能有些oscelate 但它最后总共是收敛的 然后那个正好移到Omega1上的这个问题 更麻烦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做inverse iteration 当然这个其实确实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what if我的shift它就在这个Omega1上面 然后那如果我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因为我这边会涉及k.me这个东西 诶 怎么反正现在这个比较正常 恢复了 不能夸它可能夸它又不行了 就反正我们要做这个逆 然后后面我们可能要沉淀其他的东西 就假设是沉这个吧 但是如果我这个mega1正好选到了特性质上 那这个东西有逆吗 你觉得这玩意其实变成了C路了 对 然后就似乎没法解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 但是有另一个事情是说我们会一般是把它做一个decomposition 然后这个decomposition是对于这个singular的情况是比较 robust 就是我不管怎么知道都是给它搞成了这样的形式 然后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会对它做个分解 然后分解完了我可能这边某 某一个element它特别小 因为我有simularity的预存 可能它比如这是10的负16次方这么小 然后如果我再去解这个限定系统 拿这个factor去解的话 那我会得到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可能它里面的值特别特别大 因为我这边还是simularity的issue 可能比如说是10的10次方 10的24方 这一对这种东西 然后但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做特典值问题比较tricky的地方 或者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只care它的direction 我其实不关心它那个里面element的具体有多大 如果我对这个vector做一下normalization 然后那我就又能很正常的得到 得到我的特典向量 这个解释做清楚吗 很清楚 谢谢 就看它移出 好像找不移出就没事 对 然后一般移出的话 一般是会碰到 就是这属于某种意义上是neverical unstable的情况 但是一般我做 如果是通过这些factorization去做的话 我可以stabilize这个数值的过程 然后一般就不会出现溢出之类的事情 哦 对 OK 然后 对 然后这边那就最后提一个就是说 那就如果我真的出现那个像以前说的 我那个mue正好取到了omega1的话 那我就直接能得到那个特典向量 因为 还有道理啊 对啊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之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做spectral shift的时候就能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这边其实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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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啊 对 就是说我们做shift and invert 他本质上 他本质上在做的事情是说我得到了 呃 呃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呃 呃 这边好像形成了一个毁录 我我我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先拿 呃 Igonvector 去估计一个 Igonvalue 然后再拿这个估计的Igonvalue去做shift and invert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 呃 Igonvector的估计 那我这样可以循环得到 说不定他就收敛的很快 然后其实确实有这样的搞法 这个这个搞法他叫那个 呃 rely quotient iteration 然后这个思路就是我刚才说的他那个 呃 我们当然肯定一开始猜 猜一个shift 还有猜一个vector 然后之后做这个shift and invert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特征向量的估计 然后接下来我再做呃 release quotient 这样我就得到一个新的呃 特征值的估计 同时我拿这个新的估计 当成新的shift 然后我就再回到shift and invert 再去做呃 新的呃 Igonvector的估计 然后这东西其实如果做的好的话 可以说明很快 它基本上是 呃 可能是那个pubical 呃 convergence 呃 呃 当然这里会存在一个问题 这个存在的问题 我们就留作思考题给大家吧 呃 呃 然后到目前为止有啥comment 呃 呃 没有的话我们抓紧往后讲 呃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matrix transformation 呃 呃 然后这个的话 这边比较关键的一个概念是这个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呃 呃 这个概念要复习一下吗 呃 呃 求复习 好吧 呃 这个我们呃 呃 这几年期间我们先主要考虑那个标准的特殊值问题 就是 考虑这个AEU等于mEU这种 先 因为之前讨论过我们怎么把一个general的问题给它转成一个standard的问题 然后并且实际上为了头一点的我们直接讨论那个对称的问题 呃 呃 然后那如果我们做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它意思就是说 呃 我做 它实际上在做一种特殊的坐标变化 我把特殊限量的坐标变成了另外一个呃 呃 坐标 然后我这个Q 这边它是 我先假设它是inerti inerti inerti 呃 呃 然后这样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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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我可以把这个U给它换成这个Q 诶 等一下 嗯 怎么搞 啊 还是换过来 呃 那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对这个特殊问题做一个变换 我现在两边都存以这个Q 呃 呃 这边还要做一些事情 嗯 嗯 然后这样就得到这样的东西 呃 中间因为我的Q是invertible的 所以我给它搞成 这样 这个中间就是 这 这就是个单位置 等我把它给写出来 呃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说 呃 这个东西是我新做出来的这个变换 然后这边我得到一个呃 新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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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它S' 那么 那么由此我得到一个呃 新的 矩阵 这东西是叫S' U' 等于Lamda U' 这就是对标系做了一个rotation吗 啊 对它就是做个rotation 呃 其实没啥 fancy的 然后 呃 嗯 然后当然这个这边的那 其实问题是说 我能不能选一个Q 然后正好把它rotate 到我使得S' 是个diagonal matrix 那么如果我真的那样做的话 那我就把问题解出来了 因为我的Lamda就是 呃 就直接是那个diagonal element 呃 那然后问题是那那我们真能找到这种Q吗 这个显然是找不到这种Q 呃 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说 嗯 找一个Q去 对角化这个时对生矩阵 嗯 然后 这个 如果我们找不到 直接找到这个 我们并不能直接找到这个Q的话 那我们就找一对Q 就是说我找 Q等于这个可能比如Q1 Q2 然后一对A这个Q 就是他们逐渐的去改这个S 就每个Q它会稍微变动一下这个S 然后使得到最后我这个S接近于一个diagonal matrix 这就是MATICS 这就是MATICS TRANSFORMATION的想法 就是不断的变化这个极致 我保持了特征值的这个分布 但是我 嗯 使这个S越来越好几 然后这里面它有两个套路 嗯 一个套路是说 我这个S 嗯 它反正 大致是 啊 搞一个 三乘三的差不多 嗯 这个矩阵 我现在我就直接把它这个做对角化 嗯 嗯 然后当然这个 如果我这么操作的话 我这里也会需要这个 无限多步操作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方法是说 我先去做一个不是那么激进的操作 我去把它做成一个Try that agonal matrix 嗯 也就是说我这个问题里面总共就三条对角性 嗯 嗯 然后这边这样做的好处是说 我这个只需要做有限幅 为什么有限幅 这个一会儿会说 然后得到这个之后 我们再去把它Diagonalize 嗯 嗯 然后这个操作 黄老师 不好意思 Diagonalize的操作是怎么进行的呀 哦 对 这个我也会讲 这玩意 对 就是因为这里其实 那个 这里每一个箭头就是下面我都讲的三个事情 哦 明白明白 OK 然后这个它还是一个Infinite的罗神 但是 它好弄很多 因为我这个矩阵有个特殊的节奏 嗯 当然这边可以多扯几句 它有好多种方法可以做 但是 我这边是只讲Q2 Q2它是其实可以直接去解这个那个一个完整的矩阵 嗯 也就是说 Q2是一种 然后有的另外一些方法 比如叫这个Stone Sequence 实际上不少解剖动力学的书上都会介绍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 就是一种算这种特殊的矩阵的行列式的根的方法 然后因为这个 哦 不 那个不是行列式的根 是它的那个characteristic equation的根 然后如果那个根解说 我当然那个栏目的就找到了 然后因为我是tri-diagonal 所以它的characteristic equation它比较好算 然后它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哦 然后还有一些方法可能叫divide and conquer 当然它是 这个divide and conquer 是非常general的一个概念 但是 针对这种tri-diagonal的矩阵来说 嗯 它有一个特定的方法 啊 然后 这里有很多东西 这两个东西就先不讲 我们只讲ql这种方法 好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plan 然后这个plan 我们然后来考虑 这个第一个情况 我们直接直接 diagonalize 哦 这个方法的代表的方法叫 Jacobs method 哦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非常古老 嗯 据某些文献表示 它是1846年就有了 然后 那个 这个方法 但是我不会说太多 因为它 嗯 其实效率不是很高 然后 嗯 他做的事情 他是 就在做这个rotation 嗯 然后 具体这个rotation 这个名字 其实是叫gibbens rotation 如果你 学那个数值现代的话 应该能碰到这个名字 嗯 一般gibbens还有另外一个人 会沉寸出现 另外一个人叫householder 我们一会儿也会讲 嗯 但是gibbens rotation 它的 嗯 它其实是构造了一种 这个矩阵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q矩阵 啊 然后每个q矩阵它非常简单 它几乎是个对角阵 它几乎是个对角阵 然后 呃 但是我在 嗯 这个dri列 dj列 还有di行和dj行 上面我们把它换成这个 呃 呃 全转矩阵 嗯 这就是我们的q 嗯 嗯 然后这个 我们选这个q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 因为注意到我们如果做 普通的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那么 那么 我知道q它必须 我们要做这个inversion 呃 呃 但是gibbens rotation 它是一个 呃 呃 超级的矩阵 换句话说 它的inverse就是 它的transforce 嗯 嗯 嗯 这个就是说 这玩意比较 呃 呃 结算起来比较方便 嗯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rotation 它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 嗯 假设我有 嗯 一个 这么多的东西 嗯 我可以选一个c 然后 我把 这个东西 这个对称的东西 我把它给0out 嗯 也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s prime 这个s prime 等于这个 呃 q乘以s 乘以qt f的应该是这个qt乘这个 呃 然后我希望做这个变化以后 我就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边最下面这两个element 给它0out 嗯 当然0out的副作用是 我会把 另外一些 数字给 给它变掉 就可能变成一些其他的数 然后我 我再下一步 我再去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0out的剩下一些东西 啊 剩下 剩下 剩下这个element 然后我 我再下一步 再去去 再去去掉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可以做很多 这个操作 然后 但是我 哎呦我去 我好像这个 圈圈圈错了 应该是 那是对 好像确实圈错了 啊对 嗯 嗯 对然后 那那这么搞 好像怎么 似乎这个 嗯 好像我就能这个 顺利的把所有 这些element 就 就给他进入out 怎么好像就是 有限度我就能完成这个 把他对角化的这种 嗯 你你你觉得我 我现在这个描述的这个过程 有有啥问题吗 呃我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theta怎么找 哦 c它是跟那个 我要0out的 那个element有关 那那个 它有个公式 就是 关系不是很大 ok ok 对然后但这边 对要要要考虑的问题 是说我 我我每一步都去掉一个element 然后 那那这样听起来就好像 呃 我我经过有限度 我就能把所有element 都给去掉 好像是这样的呢 呃 呃 对啊但是这个 其实问题是 这个0out的时候 呃 这个 呃 呃 这个1会变成脑0的变 哦 又会变回来 像敲敲板一样 啊对 打第一数一样 对ok 就是其实就是打第一数 然后我 我那个去 这个搞第三个的时候 那那个 呃 那其实就是2 又会回来 1的话它已经 已经不是0了 2这个时候 2又回到0的状态 但是它唯一的好处是说 就是我那个 所有off diagonal的 这些element的和 和 它在这个操作下 会逐渐变小 然后如果和变小的话呢 我最终应该是那个 会收敛到0 呃 然后它它其实相当于 我再不断的把值 给它加到这个对角线上 然后最后一般的效果是说 呃 我对角线它是一些东西 这个 一般来说 可能这个值就变大了 然后剩下就是一些小的 什么 啊 还有一些0啊 什么东西 啊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这个效果 那么基本上我这个 特征值就是对角上的这些值 啊 然后这个是Jacobe 然后Jacobe 我这边讲的非常粗略 因为这个 毕竟这个方法 呃 用处 现在的用处不是很多 嗯 然后关于那个选c套这个问题 我们考虑一个特定的 二维问题做一个参考啊 这个 二维的实对胜取症 嗯 嗯 然后 嗯 嗯 应该 先行大说的时候 学过它对应着二次型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搞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它实际上 在 我如果画出来 比如画出来这个东西的Countour的话 那它可能是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一个桶圆 嗯 嗯 然后我选的这个C套 它本质上是在说我想把这个 这个 这个坐标系给它转到这个方向 嗯 嗯 这边我抓了个C套 然后抓完这个C套 我就相当于把那个 呃 这两个东西给干干掉了 我把它变成了se prime跟sr prime 嗯 然后对于二维的情况下 这个我抓完我特征值就找到了 它就是se和sr prime 嗯 然后然后这个c套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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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个过程你其实是可以找出来 嗯 嗯 本质上就是 嗯 嗯 嗯 算一个弹诊它就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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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脚靠币还有啥问题 我们还没有讲到三对角症对吧 我刚才在想为什么是三不是五所以很好奇 好 嗯 你是说那个不是五对角症是吗 对对对就为什么刚好是三这么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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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嗯 三对角症是找不到特征值的最简单的情况 嗯 可能 可能这么描述 好一点 就是说它它离那个找到特征值只差一步 嗯 因为 因为比如说我 我那个三对角症 我没有这个值 嗯 没有这两值 嗯 嗯 因为它是对称的所以我每次肯定删掉两个 然后 但我一旦这样我就找到了一个 嗯 嗯 如果你是五对角症的话 嗯 嗯 我我删掉删掉一个好像并不能 嗯 就是并没有 并没有到达 就马上就能找到一个特征值的情况 嗯 嗯 对 所以这个是找不到特征值的最简单的情况 嗯 OK 然后 那么这边是Jakobi Jakobi是 就是说 嗯 直接做对角化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情是说 然后我们做三对角 三对角完了再对角 然后三对角的操作我们是做这个叫householder reflection 然后 对于Diagonal的情况我们会讨论的是QR这个方法 当然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有好几种方法 嗯 OK 然后TryDiagonal的部分 嗯 然后我们想做的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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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某种意义上比较简单 就是说 嗯 嗯 我想比如拿这一行 然后去把下面两行的 嗯 这两个数给它搞成零 然后 这个 但因为我要做相似变换 所以其实这个我要左右两边都成个极致 那么我那个同时要 嗯 这边这一列去把后面这两个也给搞成零 然后 我可能接下来就会把它搞成 嗯 这样的形式 嗯 然后这样之后我再做类似的事情 我我选 呃 这边这边一行我把这碗也搞成零 同时我又选这边一列的把这个给搞成零 然后这个时候那对于我这个4乘4的情况来说 我觉得其实已经把它搞定了 它就已经是一个三对了针 就完事了 啊 然后 这个是这个plan 然后当然这个 呃 反过来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选 这个这个Q这个矩针去做这样的操作 啊 然后这个操作就是由这个 叫这个household reflection这个方法来做的 这玩意我们叫它h 嗯 嗯 这玩意 嗯 先先先介绍一下这玩意的几个概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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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直接这样看好像长得挺奇怪 不知道是干啥的 那我们来考虑一个特定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说 呃 如果我有一个Q 这个Q我叫它 嗯 嗯 嗯 这个 嗯 这个W 嗯 然后 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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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想 嗯 嗯 然后这个我们就一半一半看 这个我们就一半一半看 我们先看Alpha U 嗯 Alpha U的话 我如果跟这个成绩来 然后你可以认算一下它变成了负的Alpha U 嗯 嗯 嗯 对 然后再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是正交的 所以这部分 没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嗯 嗯 然后这玩意我现在叫它那个QFrame 啊 然后QFrame我可能这边随便画一个吧 这个 相当于我 我如果把这个H做作用在QFrame 嗯 其实也不算工作 它算一个反射 怎么反射的 马上你就知道 OK 然后这样的话 嗯 嗯 它其实是想 它在做一个 这边假设是个Mirror的话 我就把它镜面的给过来了 因为你看它那个 它实际上在一个 嗯 一个正交的坐标上 它本来一个坐标是Alpha和Beta 然后我后面变成是负Alpha和Beta 相当于对着W轴做了一个镜像 对 然后 然后这边这个方向上就是说我 我如果质量减一下的话 我就是有一个 这个方向是U 我把它给它这样给它 镜像过来了 嗯 所以这就是那个 嗯 这个Householder这个reflection指正它做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选取一个U 然后 把这个Q 那个 对称到我想要的Q'上面 然后这个 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怎么给 嗯 嗯 怎么给应用到这个三对角画上面呢 这个我们这边想做的事情 哎呀画这个叉叉有点 没有什么复制的方法 嗯 辛苦了 反正就是这个 呃 那其实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这三个项料 这三个东西我们就叫它Q'好了 然后 我们 想把它变成 呃 这边是可能是一个新的书 然后变成了后面都是0 嗯 剩下的值我们都先不管 然后 那么 就是说 我把这三个数把它变成了这三个数 啊 这玩意我也可以叫它Q' 嗯 那那这样的话好像 其实比较了然了 这个怎么去做它 就是说 呃 我这边 如果用host holder reflection 去做这个变换 那我其实就想找这个U 然后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U 叫它 嗯 就是我 我这两个Q之间的差 啊 当然我 我去用lonalize 一下 啊 如果我 我找出来这样一个U 那么 那么 那它实际上 呃 构造出来的 这一个 嗯 嗯 reflection 它是一次去一个0吗 需要做两次吗 没有 它一次是全做了就 哦 嗯 嗯 对 呃 因为它是这样 这样 呃 就整整个这一行都给它搞下来 当然它 呃 剩下这些数 它没法把它们给搞成0 但它就保证能把这些给搞成0 哦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那图是二维空间 这在这个相当于是三维空间里面 就一次可以 就剩下一个0明白明白明白 ok 好 然后那我我这边其实就是呃 呃 我我我搞这些的话就是要呃 呃 呃 这样我我作用在这个矩阵上呢 我是能把这这边两个0给去掉 然后我还可以在右边作用一下 然后因为我这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所以我相同的H可以把 呃 嗯 这这边的东西给它 搞成这样一样的东西 然后换句话说我就是对这样一个矩阵 然后我做两边分别做一次这个变换 然后我就去掉了一些0 呃 产生了一些0 然后这边留下了一个非0 然后我接下来可以再对这个这个subblock 去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策略 然后我们又可以去掉一些0 然后我们逐渐就把这个矩阵三对角化了 嗯 嗯 目前这个过程清楚吗 呃 那我就假设清楚了 呃 哎 有有问题吗 哦 是没问题 哦没问题 OK 好那我们这个三对角的过程完成了 那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对角化的过程 呃 对角化的过程的话 呃 其实我们会直接去讨论那个比较general的QR algorithm的情况 嗯 就是说我们知道怎么拿这个 algorithm去解这个呃 呃 完整的就是满的矩阵的话 就知道怎么拿它去解这个三对角的矩阵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矩阵最 简单的情况的话 它其实非常简单 嗯 我从这个初始这个矩阵开始 我经过一系列迭代 我现在可能叫它这样吧 这个是 这个是 我到dk-1次 啊 其实dk次iteration 我先对这个s做一个QR decomposition 然后 第二步是做 我构造一个新的矩阵 啊 这个矩阵我是把这个r和q反过来乘一下 然后就完事了 我 我 我做很多次这个操作以后 我这个s就会逐渐对角化 呃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这玩意怎么这么神奇 反正我我第一次学这个是觉得这玩意是有点神奇 我就是不断的分解 然后反过来乘一下 然后 它就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对角化了 这个 神奇 呃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它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嗯 首先是 就这个这个过程我们先这个第一步 第一步这边是 呃 当然就注意到这个s它是一个方阵 所以我做QR decomposition的话 这个Q它是也是个方阵 而这个方阵它同时是althonormal 换句话说我可以把Q给它搞到右边 就直接转制一下就完了 呃 然后 k-1 然后 q-1 q-1 然后 注意到这个 呃 q-1 k-1 它是一个orthonormal的矩阵 然后我 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对那个s-k-1做相似变换 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我们再继续 呃 嗯 然后这是一个dk关系呢 我们很明显可以把它dk到最开始我那个最初的那个矩阵 呃 所以我这边 呃 可以做好多目这个东西 嗯 这边是s-0 欸 黄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一开始我们有s-0对吧 那我们第一步的q是怎么出来的 q-0是怎么出来的呀 呃 没有q-0啊 我这边是sk-1 然后就直接是q-1 q-1 q-1 对 那q-1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我知道q-1 q-1-2-1等于s-0对吧 对我这边就是做个q-1-2-1 对我这边就是做个q-1-2-1 我知道s-0的话我就分解出来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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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其实是q-1-2-1-2-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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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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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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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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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OK吗 然后如果接受了目前的讨论的话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SK的这个表达了之后 那我们就再回到这边第一步 看我们这个SK-E 当然我们就是把SK-E表示成了这个S 然后所以这个第一步这个QRDeposition 反正就跟这一步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那么我可以再稍微修正一下 等一下 这个修正 对 这个修正是我把这个Q给它再拿到左边去 那我这边是得到QK-E 乘以QK 再乘以OK 再乘以这个K-E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QK 原因的话是因为我这根Deposition 这个QK就是我这个一对Q乘起来 然后我这个K-E的话 那我就是QE乘到QK-E 那我现在再乘一个QK 那我这个其实是得到了 这反应就是QK-E 这反应就是QK-E 好那到目前目前都还OK吗 因为我马上就要到最关键的一步了 没问题 好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Claim 我说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一开始讨论的SimbultaneousIteration是一个事情 能看出来为什么是一回事吗 因为当时我们做SimbultaneousIteration的话 等等等等 这个是在所有的维度上同时进行 对吧 然后第一个是我是可以只选三个或者四个对吧 等下你说到哪一个 就是这个Algorithm好像是我对于整个K 比如K是N-dimensional 我是不是就是那我Q也是N-dimensional 我是N个EigenPair直接求 然后第一个我们是可以只选几个比较靠前的 比如说我们制作三个 对对对这边我得加一个限定 这个是我有个特定的InitialGuest 这个InitialGuest是一个对生矩阵 N乘N的对生矩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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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的话 我用之前那个SimbultaneousIteration的Notation来写的话 我的每一步其实是写成了F对口这边写成D0 D0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 然后这样的话我做的那些操作 其实就是我先有一个Z' D'我是把矩阵作用上去 然后当时我们说的是我做这个操作是在做Decolation 就是说我做那个这个Z'我用上做一个Q 然后最后我就得到这个Z'K 然后Z'K就是这个Q 然后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两式子 它们其实在做一件事情 是的 对对那所以这边就其实说明了一个等交性 这个等交性是我这个特定的SimbultaneousIteration 跟QR的一个关系 然后相当于这个QR algorithm 咱们就是说在用一个比较fancy的方法 在做PowerIteration 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 就把所有的特定销量和特定值给它做出来 这个关系能看出来吗 当目前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没有谢谢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 然后这是一个basic的方法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Iteration 我们还会在考虑我能不能再用比如 spatial shift去做一些加速 然后做这个加速也比较简单 我这还是选取 选取这个初始的这个东西 然后但是我做这个QR的时候 我不直接对这个S来做 不直接对这个之前的Iterate来做 我选一个Mu 我还是做这个InverseIteration 然后之后我再重够这个S的时候 我就再把它给骗回来 我就把这个Mu给它再加回来 然后好像就似乎没啥问题 因为我之前少了一个Mu 我现在又给它加回来一个Mu 然后如果Mu 这个Mu应该有下号线 它是一个scaler 就是一个shift 然后这个Mu如果是constant 那么其实你如果推导一下这个过程的话 那我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shift and Inverse 啊不对 其实没有inverse 有inverse 应该没有inverse 那它就是一个shift iteration 当然如果你的这个S矩阵是把那个K 给它inverse得到的话 那这个等效率是这个shiftand Inverse 然后如果你这个Mu选的比较好 你每次都去用了类似ReadyCaution的东西 去做这个Mu的话 那那个这个过程 几乎等效于这个ReadyCautionIteration 然后跟之前讨论的一样 这个ReadyCautionIteration它的收线速度就会非常快 然后 这就是一个QR Algorithm的一个general的版本 然后正常我们确实就基本上都是用shift的这种方法 我这边多一句嘴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现在还有更牛逼的方法 它叫这个Inpressive Pure Inpressive Pure就是说 我这边假设每次多用这个shift它其实会收敛的更加快 但多用几个shift它有时候这个操作就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那个就有人搞出来这个影视的方法 影视的方法它就有这个multiple shift 那这样的话就是even faster 我这边细节就不讲了 因为它会涉及另外一些事情 然后到这儿到这儿有问题吗 我在想如果我不需要知道所有的eigenpair 我只需要知道前几个QR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对QR也可以 但结果就是你得把它全解出来 然后找前几个 所以其实不太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分类上其实也讨论 我们就是那个三角在那儿 然后在这儿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方法都是 对然后单单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后面用这个subspace的方法 我们都是得到一个reduce的problem 然后那个problem我们确实需要知道所有的eigenpair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QR去接 比如OK 谢谢 好 那么然后我们来finalize一下这个QR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QR是针对这个general的矩阵来说的 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是只想要这个credifinal矩阵的分界 然后当然首先 对于这一种矩阵我这个QR是不变的 就是这个操作上肯定是不变的 唯一变化的是计算量 因为这个QR这个操作它的计算量是正常是n三次方 然后换句话说我做这若干四迭代 但反正我这个计算量 就是反正计算复杂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对于tri-diagonal的矩阵来说 因为它这个矩阵比较特殊 我做QR的时候它其实是on 然后如果是on的话那就很爽了 我做这个两步都会很快 然后那么我把所有特殊值解出来应该也花不了太久 我还可以写一个专门的正对tri-diagonal的算法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就是关于 以上是关于这个matrix transformation这一套方法 然后之后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subspace 这有一种方法 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practical的那一类方法 但是因为它需要一些之前的一些关系 所以最后我们放到了这个最后一个模块来讲 时间好像还够34分钟 OK那么我们先来讲这个又是分两种 一个是subspace itera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蓝种 然后先来讲这个subspace iteration 然后这个想法比较某种意义上比较straightforward 就是说 嗯 我有一个这个问题 这有这个问题这个side是n 然后这个n比较大 现在我假设我这个我 我我在一个一个subspace也就是说有一个V 就是subspace这个名字听着比较fancy 但其实没啥 它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堆列强量的先进组合 所构造出来的结合 然后这里我这个V我就假设它是n乘的m 然后这个m原小于n 相当于我是想找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它的border比较低 然后我在这个集合里面去找我的特殊效量 不好意思 W vector是什么呀 哦 W就是一个weight 它那个就是相当于我的u是这些集合量的一个前行组合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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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那接下来我做的话那似乎就 反正我首先可以把这个u给它带进去 如果正好它是一个vector的话 那它应该是满足了这个特殊问题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还是不是太好 因为我这个东西乘出来它是个n乘m的东西 所以它就在做一个这个操作 这其实是本质上是在对那个这两个矩阵投影到这个v上面 如果我这么投的话 我这边其实得到一个就是reduce的k matrix 这两个东西都是m乘m的 然后因为m都特别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就比如用一些那个矩正变换的方法 比如说我用q2去解决这个东西 然后这都因为m很小所以解起来很快 然后就解决问题了 想问一下它和simultaneous power iteration是好像啊 对啊你发现了 对它其实几乎是因为那个历史上有一段时间 那个这两个方法甚至都共用了这个名字 这里面有一些略微有点tricky的一个区别 我这一会总结的时候会提到 但这边这个思路上似乎是说 哎我这个就反正解一个reduce problem 那我就解决问题了 然后这个问题显然没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回过来这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我怎么去找这个subspace 我如果一开始subspace找的不对 那我肯定这个reduce的问题解出来肯定也不对 然后这时候那其实就是刚才余祥讨论的这个 这里就是跟simultaneous iteration非常像的地方 我是又是做 做其实是在做simultaneous iteration 我先有一个初始的subspace 然后我先做下一个subspace 然后这个我实际上是在做inverse iteration 但是我是对所有的迹象量做inverse iteration 然后接下来我是 但是我接下来做的事情跟我刚才说的simultaneous iteration 不太一样 是说我这边构造这个reduce的k和m的matrix 然后mr找一个类似的操作 然后我再解解这个特征问题 然后这个特征问题我来把它稍微写的整合一点 就是这个w矩阵它是所有的特征向量作为例 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应该是什么 我想想 好像w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 突然有点忘了 大家确证一下 应该是 mw的m2 应该是这么个东西 好像没问题 就是我这边稍微把它写的整合了一点 就是解写出来 就是解写出来 我那个gm是对角线上是所有的特征值 然后w是所有的特征向量 然后接下来我是拿w这个矩阵去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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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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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会是 改一下 这个 我得把它改成 WiClient 0.5 也可以 也可以 我觉得它WiClient 所以这边大概能看到它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是可能我可以叫成标准的Substitute 然后如果我是在做simultaneous situation的话 我是通过了Q2去 去那个autonomalize这个V 然后之后我就直接拿这个Q当成了新的磁空间 然后这个不像我那个 这里所谓的标准方法 我解一个reduce the problem 再去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ok 然后 然后这边 这边 当然原理上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 这里它的 不好意思 那个解那个reduce problem 我在想它和我直接做QR哪个更贵一点 然后在那个 这个substitute里面我需要explicitly解这个QR吗 还是我只要带进去就可以了 QR是 它能于implicitly就包含在这个乘法里面的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你是说关于就是解这个问题贵不贵的问题 对 对好 那来看一下 我们 假设一开始我们这个size比如说是10的6次 然后现在我这个子空间我选了个 假设我要4个项量吧 4个对 OK 50个也行 差别不大 那我可能会 在这边弄个60个space substitute 那个base vector 因为那个 这样我可能收敛的能快一点 然后 然后是一个这个关系 嗯 那么 嗯 那如果你直接拿QR去搞 搞这个东西的话 然后因为我 我这个问题它是 就是一个n乘的 然后 嗯 那其实这玩意的三四方 就是计算料上面 确实还是小很多的 对 然后而且还有个问题 是我一般QRM是sparse的 然后 嗯 你拿QR去做的话 中间的decomposition会导致 中间是那个dance matrix 然后 那你就得储存那个 10的6次方乘以10的6次方的数 这个就非常大了 明白 嗯 然后 你第二个问题是啥 还是 我 前一周有一个印象 我可能记错了 我以为在power simultaneous iteration 里面 QR分解是帮助我们理解 它为什么work的 我们真的在计算的时候 只要一遍一遍的迭代成绩去就行了 不需要做分解 不是 QR是必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那个 呃 因为 就像你理解的QR 它就在做deflation 那么 呃 因为我每个列向量之间 我要保证它们的相互是独立的 所以我每次etrate都要再做一个QR 然后 让它保持每个向量是独立的 哦 对 然后只用QR那一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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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所以还是挺高的 其实还好 因为我这边的V的话 它是一个受伤型的 其实我做QR的话 这个计算量没有那么大 嗯 OK 对 然后接下来这边我会做两个comment 呃 第一个comment是说那个 这个里面其实有个东西我没讲 这边那个 呃 正确的方法 呃 其实不是 呃 不全是QR 呃 因为我 这个V它是 那个如果record我们的authorfinality condition的话 它应该是关于K和M正确 所以我实际上要实现的事情是要 这个V 转制成M再乘V 这个东西得是一个对角阵 但是我这边做的事情其实是让 那个V转制成V等于对角阵 所以这这两这两不一样 嗯 对 然后具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应该可以适合留作一个思考题交给你们 就是操作上跟QR基本上一样 但是你要提前做一些其他的变换 呃 这是第一个讨论 然后第二个讨论是说 呃 呃 那个变化是指做一个呃 上下那个L 啊 不像L 对 对 对 那种东西 好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那个cost的问题 然后呃 其实语祥的那个sense还是对的 就是我我包括生存这个reduce的矩症 然后后面他解这个特征值问题 还是挺cost的 cost的也挺expensive 呃 呃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用simultaneous iteration 但是我那样搞的话就是可能不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征值的估计 呃 呃 然后所以这个有一个possibility是这样 就是两个东西结合一下 呃 就一开始我有一个bad guess 呃 然后这个时候我我知道这个sense 肯定不太对 所以我解那个特征值问题也没啥意义 然后那我就 呃 start with 这个smultaneous iteration 啊 然后这个因为相对便宜 我做一下qr就完了 然后我会把那个sense space更新到一个比较好的 呃 好的状态 啊 然后等等这个sense space感觉足够confident了 那我再切换回做这个 呃 呃 这个标准的sense space 的iteration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做的慢一点 但一般它收敛速度会好一点 所以就是这里存在一个前代的combination的操作 嗯 OK 那么这边是关于sense space iteration的一些讨论 这个 这个方法其实挺straightforward的 所以感觉似乎问题不大 有一些comment 有问题吗 啊 OK 那没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我们最后一个方法 20分钟希望能讲完 呃 这个lantros 呃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这玩意怎么发音 反正就是就是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 呃 呃 呃 这个这个方法 他 呃 嗯 他跟另外一个东西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联系 这个东西叫crylove simple space 啊 我们在用crylove 呃 的什么 crylove到处都有 你们是哪一个crylove 啊 我们是做那个linear solve的时候 啊 对 linear solve 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东西 这个 因为他后面很多就是gmrest里面 对 哎 你们是非对上问题吗 啊 我们是 啊 对啊 那个摩擦嘛 哦 对 那这个对 一般都是 就是 可能算标准操作 嗯 嗯 对 但crylove subspace 它基本就是 概念上 嗯 就 in case有人没没听说过的话 这个 呃 我有一个初始降量 然后 我另外有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 我叫它d吧 那么 我可以告造出来 呃 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是 嗯 首先我肯定有第一个响亮 那我在存 这个响亮 其实我就是把所有那个power returition的 弄到的响亮给它存下来的 然后我就我就一直一直存下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intention就是说呃 我之前做power returition的时候 然后我实际上是只在用这边最新的那个销量 我我每次把那个销量成一个这个d之后 我就把这个所有之前做过的销量都给扔掉了啊 啊 然后这个可能不是效率很高 因为我我把之前的这些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东西就就给丢掉了啊 然后呃 这个lansch algorithm它的想法就是说呃 我要把之前所有算过的这些呃 项量都给留下来 然后拿这些项量去构造一个subspace 啊当然其实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些项量已经构成了一个subspace 然后我要从这个subspace里面去找我的特征值和特征项量 啊 然后这东西我叫它黑的话 这边我就简略的概括它一下的话 那其实就是从这个Corelove Subspace里面找这个特征对 OK 那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这个Corelove Subspace虽然我是这么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方法数值上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 我按成D的话我这个Z肯定最后就收敛到了比如说第一个特征向量 那么如果我直接把这些向量做成G的话 首先它们肯定不是相互正交的 并且它们可能是Degenerate 因为我最后那几个向量基本都长差不多 所以这边它是Not also know 我其实还有第一个问题想问的是一直不太懂 虽然一直在用 就这个Subspace为什么会特别吸引人 我都不太了解 因为Z一直随便猜的对吧 其实有些关系 因为像比如GIMREST里面你是对那个右端向 就一直作用在右端向上 对吧 就是把那个左边的矩盾一直作用在右边的那个 对然后 然后再反过来再想是那个KINVERSE本身是可以把它展开成一个极数某种意义是吧 对 然后这个极数就反正其实是K的一堆密给它搞到一起 然后它本来就要成右端向 然后你其实就是在不断把它那个每一项给算出来 OK OK 然后这个再往略微深一点点像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在最小多项市里的一些东西 这个那个 这个东西今天肯定还不进行 OK 对 但刚才提到就是Cred of Subspace 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 那个 所有这些向量不正交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机 并且它可能并不能做危机 因为它最后几个项量应该会逐渐现行相关 然后呢 那这个换句话说就是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怎么去搞一个比较好的Basis 代表这个Subspace 然后这边其实 然后这边其实主要是这个就是这个Lantro的共选 它有一个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它直接能搞出来一个Tri-Diagonalization的一个操作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就会讲 它这个通过它这个操作 我们能够到出来一堆 一堆 Othorbanal的Basis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找这个AgonPair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SubspaceIteration的铺垫 所以可能应该某种意义上比较straightforward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Subspace 并且有一个比较好的机 我们好像我们直接把原来的问题投影到这个机上面 然后再解一个ReduceIgonValueProblem 好像我们就能把IgonPair找出来了 然后实际上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是这边有一些就是一些trick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 所以这边是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然后12分钟解决这个两个问题 来挑战一下 OK OK 那么先是这个 先说的try.ignolization 啊不对 其实try.ignolization已经给了所有了 这边我们叫它这个Othorbanalization 好的 我们来开始搞一下 首先我们有一个Z0 Z0 Z0 那我们是我们全是就一个项链 我们就把它 哦不对 我们从Z prime开始 我们随便猜了个项链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个Normalize的项 就完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Crylov vector 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仿佛我们在做这个Power Iteration 我们就得到了D Z0 Z0 这样一个新的向量 然后这个新的向量我们当然肯定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这个是我们新的Z prime 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肯定要保证这个Z里面没有这个Z0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去掉一下 啊 这边我们肯定得算一个系数出来 这个系数 我想想 呃 应该是叫它Othorban 嗯 然后 我们去掉Z0的component的时候 我们当然还要再乘个系数 让新的向量 呃 是Othonormal 那我们现在叫它Gamma1吧 然后这万一就得到了我们 嗯 第二个Crylov vector 然后还能做一样的操作 啊 当然这个就好像似乎有点Tedious 就是 我们可能得 呃 这个时候我们得再做 两个 啊 这个叫它飞上吧 就是我 我又做Deflation 然后我再Normalize 然后我得到 呃 第三个Crylov vector 然后就好像 好像没啥fancy的 我似乎接下来我做到第 呃 0 1 2 我做到DK的时候 那我似乎 就是 也是很麻烦 那我得 呃 首先这边我K-1 K-1 完了 呃 我得 还得继续老样子 我把之前的东西都给干掉 就是 呃 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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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叫αK 这是 从K-2 那边开始 然后还有一堆系数 啊不对 我这边留一个系数 有一个这个 K-3 然后这边是一直到最初的那个向量 然后这些都完了之后我还得 呃 呃 呃 这边是我要找的那个Krylov 新的Krylov vector 然后我这个γ 就是反正把它 保证它是normalized 然后这个是我要做的新的一个计算 就是我新的那个vector 然后剩下我是在做deflation 嗯 这个这个操作目前为止有有问题吗 这个应该是我我们目前为止在都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 好 好 那么 那么这边就是 嗯 这个 这个 蓝筹这个算法比较神奇的地方 呃 呃 这边当然我们肯定是那个 这个Z之间是相互是osobono了 呃 呃 它是关于 呃 ZK 跟 呃 主要是跟mosobono 呃 呃 k 然后如果是 J 的话 这个应该是delta kj 呃 呃 我们肯定有这个关系 嗯 然后如果你去mforce这个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系数其实都是0 呃 呃 这个 呃 呃 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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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这边好像少了一个什么系统 哦 对 发现一个问题 我这边应该是从k1开始 好 然后如果我 呃 呃 两边 两边都成这个东西 呃 首先左边 因为我要保证是osobono 所以左边就没了 然后 又 右边这边我会 呃 得到一 一堆东西成去了 然后 这个我应该是得到一个1 然后 右边它反正就都是0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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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会发现 我其实只有αk它不等于0 然后我这边标动号叫βk-2 然后我这个βk-2也不是0 但我剩下的β其实都是0 然后还有个神奇的地方是γ3它其实等于βk-2 然后那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所谓的这个三项DK关系 就是这个γkZk等于dk-1-6αk 然后再减一个γk然后k-2 然后就完了 并且我能保证我清算上来的这个k 还是跟所有以前的zk-3 zk-4那些还是正交的 但我其实只要用到它前两个这个vector 然后这个关系是蓝球这个方法里最核心的一个关系 这个目前还OK吗 没问题 OK 好 那么这个核心的关系看一下 看一下 对 等一下 少�的少 那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稍微变个型 变成d等于这把所有的减可以搞到左边 这样是k-2 k-k-z-k 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这么写的话针对所有的k我们都可以这么写 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可以写成一个比较大的极致 右边是一堆系数 然后这堆系数我们可以把它存到一个对角帧里面 这边这个系数来确认一下 这边还是所有的z 然后这边我有 然后这个 这个 似乎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练习你可以验证一下这边有一个这个关系 嗯 这里应该是到k 嗯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 嗯 这部分有点汗的为了 因为这个要退到 你得把所有那个项都给写出来 然后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嗯 嗯 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写的更简洁一点 是 d乘以z等于z乘以t 再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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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把 octh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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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这样的话我是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这边为了推导说明起来方便我们这边加一个r 这个意思是说我这个z乘以y不一定能完全approximate eigenvector 所以我这边还是再加一个residues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说我enforce这个r是垂直于这个z的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r跟z是关于m是正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么的操作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首先我就还是两边左右我都存这个东西 我存这个东西我可以把这个r给去掉 这边加个零吧 然后等到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这都还是精确的 我这边推过来我因为加了个residues 所以这个等号是精确的 我这边在做这个projection的话 因为我又enforce了这个关系 所以我这个等号还是精确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回到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好像几乎长差不多 就是有dz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其实有一个关系是说 我如果也做一样的这个操作 z转制成为再给它作用到这两边的话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z是关于m是正交的 所以这个东西等于一个单位指针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s它是只包含了这个zk 然后zk不在z里面 所以是 应该也是正交的 其实对 因为正交所以正万一等于0 因为这里只有zk 然后z里面只有0到k-1 对这是0 那这个宽球化说就是说 这一坨东西等于这个t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有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说这东西等于t zm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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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t 好像不过正万一reorder一下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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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 不好意思刚才没跟上 没事没事没事 不过正万一reorder一下变成了8人的话 好像 这个但然后z上也不称z它是一个单位指针 所以zmtz 所以zmtz等于t换过去 等于m2 好的parts ok了是吧 ok了 ok对那这边然后推导出来发现 我这个投影完了 那其实就是p x2 等于m2 y 然后我们来想一下t是个啥 t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吸收矩阵 然后然后它是个首先它是个三对角针 而并且它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三对角针 这个比如我们做了四次迭代之后呢 那我们应该是得到一个就一个次乘4的这个一个矩阵 然后这万一它我们也反正就是解相应的解这个特程值 但这个特程值其实就是这个特程值 这个特程值就是我们要的特程值 然后它就等会 oh y是新坐标对吧 u是原坐标 就是y是icon faces的坐标 对对对 求出来以后要转换要旋转回去吗 对那个要变回去 但是蓝代是变的 ok ok 然后那我就很神奇的把这个原问题给它 其实原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它可能比如说是一个million的自由度 它就神奇的转换到了这个特别小的这个reduce problem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 除了推导上我们做了一些矩阵乘法 但是实际上我们一点矩阵乘法都不要做 我们完全其实只需要算一下这些系数 然后算这个系数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这个d去称一个vector 哇这个好震撼 对反正我是觉得挺震撼的 对然后而且如果你去编程实现一下这个操作的话 我会发现这个就算对很巨大的问题可能三到四个iteration真的就能收敛 对于这个一个evector来说 这个太酷了 等于把这些繁复的过程都给cancel out或者消掉 等于把analytical solution几乎都给你写出来 你直接等于这些系数做一个矩队相成就好了 对然后就这样就完事了 这个人已经走了一个人了 这个然后又对因为已经超时间了 所以到目前我也可以再扯一个 就是一个小的点关于这个算法 这个我老师我周周觉得时间还够的话 反正现在就在三个 我已经听不懂了 我已经听不懂了 这个地方 找感觉 找感觉 黄教授讲 我就听着就行了 没事 好吧好吧好吧 对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其实就是lantro这个 这个它是本质上是个authorization的过程 就是我要不断的去找这个针交向量 然后这个过程数值上实现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unfortune特别非常不稳定 虽然它这个数学上的形式也很不稳定 对然后 不稳定是因为crylove的贡献 crylove的那个vector它贡献的程度太高了吗 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物理上可能有一个 这样的关系 然后 反过来是说 就 去理解它的话 可以回到一开始我们讨论 deflation的时候 再讨论我们 虽然一开始 deflate了 initial gas 但是后面那个我们总共有数值误差会出来 然后这个误差里面那就 那个又包含了我们本来是要deflate的那个小鸟 然后所以我们又不断的做 deflation 对吧 然后这个 deflation反正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做orthogonalization OK 然后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recurrent里面 它一直只在用最近的两个vector 那换句话说 它是默认假设了我这个 这个我过去的操作里面完全没有数值的 error 然后 这样的基础上我才能只用最近的两个vector去求 这个新的vector并且保证 我新的vector还跟所有以前的vector是正交的 所以这个假设在现实中应该是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这个过程中肯定其实是有的ε在这 就是不管是数值无差还是啥 反正肯定有一个ε在这 有它在这的话 那其实是我肯定会有 比如Z0会在里面 然后那换句话说 我这套操作下来我ZK里面结果包含了Z0 然后那好像这整个过程就应该 在break down了 因为这个换句话说 我可能这边应该有个系数是比如说是1之类的 我就不再是一个tri-diagonal matrix 所以这边我们非常需要非常小心的一个操作 是说我们这边要注意做reals 就是说去数值上保证这个K还是垂直于所有以前的降量 然后这样怎么做reals 就是很多软件它可能卖的贵的话 可能是因为它做的比较好 比较多就是商业软件里面很贵的原因 对然后因为最粗暴的就是你每次全部都强行重新做一遍reals 但是那样其实计算效率肯定会低 然后过程中会引入新的误差吗 如果你一直那样做的话就肯定相当于暴力的保证了不会出现误差 因为你就非常显示的把所有的潜在的问题都给去掉了 对然后防卫杜鉴 对防卫杜鉴 但是你不一定非要防那么卫 所以你可以过几次搞一下 说不定有一个trick对吧 他们说不定有一些bencher看什么时候误差大一点 一大就开始把它看掉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些trick 然后其他的话 对其他的它有巨头变种 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百种变种 所以这个剩下可能就是 有感兴趣就看一下文件吧 OK 行 那那个 非常舒畅 舒畅好吧 这都是我有没有讲的太难了 没有我觉得我个人特别喜欢 我觉得你说了很多以前的东西 然后特别谢谢黄教授 我感觉我很荣幸的 就受了一个小课教学是吧 特别高兴 有机会去宾州请黄教授吃饭 我去这个没事的 疫情过去 疫情过去肯定会有机会见面的 那个好好去问一下 这个你这个内容是 大概是几周的课 还是一个学期的课 还是 这是一个国内科学 我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 因为我这个下学期还不讲 我要下下学期才教这个东西 然后 OK 然后我这个planning上 还没有仔细去做 只是准备那些 但是感觉这个上下来感觉 估计至少两周 我也不知道 当时再说 对 我感觉这个东西 要是再配上一些homework 配上一些那个lab experiment 就是 numerical experiments什么的 然后再加上一两个具体的 真的是那个动力学问题 感觉他们都可以做半个学期 我也觉得 可能最后做个project 让他们把各种东西实现一下 对 对 OK 那还有什么final comments 我这个 还有下一个事情 嗯 好嘞 我这也没有了 特别谢谢黄教授 超商呢 我也没有了 好的 好的 谢谢黄教授 二手 二手 超商我有没有讲的分解 没有 我其实sab 那个sab 什么subspace 前面 到subspace 还听懂 最后一个我可能时间太长了 我已经没有注意力了 OK 对 可能还是 对 还是太长了 那个z 那里面的z 都是random initialize 就是 对 OK 好的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操作 就是你对那个结构做一些特定的loading 然后你针对那些loading解出来那些displacement 然后把那些作为一个initial base 对 Betty讲过这个方法 你随便找一个节点 加一个很小的一牛的load 对 然后这个反正首先满足constrained 然后更加physical一点 嗯 嗯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我把这个notes再发给你 然后你 对对对 这太好了 OKOK 那我一会搞一下 好的 那太好了 谢谢红教授 我们回头聊 好回头聊 再见 雨香 再见 茶茶再见 嗯